2020年10月1日,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的国庆纪念日,也是农历中秋节,香港举办了一系列庆国庆和中秋的活动,如花车巡游,渔船巡游和武士表演等。 早上时时,庆国庆和中秋花车巡游在香港上环起步,主理嘉宾登上红色敞篷花车,手持国旗和香港特区旗旗,在车行驶过程中,车上的嘉宾们向沿途的市民热情招手。 车辆途经西营盘,香港大学,尖尼地城,半山区再回到上环,沿途设有多个站点,大批市民在路边等候花车,见到花车使劲,便骑骑挥手,气氛热烈。 活动召集人表示,希望通过活动祝福祖国国泰民安,繁荣昌盛。 希望我们健健康康,今天很开心,见到我们祖国发展各方面都一日千里,我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。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里面,也都希望我们香港齐心努力,战胜疫情,祝愿我们祖国,国泰民安,繁荣昌盛。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,约40艘庆典渔船在维多利亚港巡游,庆祝国庆节。 10月1日上午,巡游渔船以中环码头为起点,在中环海滨的摩天轮下徐徐驶向红堪,围绕维港水域巡游三圈。 船队悬挂国旗,驱旗,展示着热烈庆祝祖国建国71周年华旦等横幅。 一些香港市民驻祖维港两岸观赏,有渔农界立法会议员表示,渔民朋友们希望借此祝愿祖国繁荣富强,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。 在今年的7月1日开始,就已经有一个国安法出来了,变相在实施的两三个月里面,情况都尚算不错,也都带给人民一个安心。 所以今年我们搞过船游的时候,渔民朋友参与就没有再问那个安全问题了,或者是比去年比较轻松放松, 还有出回来表达他们对国家的疫情。 应该希望借这个活动带给香港的市民,告诉他们,我们应该要勇于发声,勇于去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疫情。 当日香港也举办了一系列武士表演,精彩的武士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,为现场增添了不少热闹气氛。 武士表演现场还设有接战派发礼物包给市民,很多市民在现场排队,轮后领取。 组合70亿周年发誕,是包括我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盛事。 今天我们在一起,举行50排阶战,派礼物给全体香港市民, 祝我们组合,伟大的组合,环荣昌盛,香港环荣稳定,一国两制,行文自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